一个士兵推开女人的门 往地上扔出一叠钱 随后粗鲁扑在女人身上 她要做什么 大家都懂 战火连绵的阿富汗 地位本就低下的女人们 处境更加艰难 但事后女人回到房间 仔细对丈夫说起自己和士兵的事情 嘴角却带着回味的笑意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小美和丈夫结婚十年 当初嫁过来时 丈夫正在战场上 婆婆为了守住小美不让她离开 并是让她和一张照片结了婚 丈夫不在家的那几年 每次洗澡 她的兄弟都会偷看 但小美没办法反抗 因为这里是阿富汗 从嫁过来的那天起就明白 自己只是反眼泄欲的工具 现在丈夫终于回家 却成了不能动弹的植物人 小美只能日夜照料和擦洗 而外面炮火连天 街道上布满坦克 随时随地 就可能有炸弹打进家里来 小美出门找姑姑寻求帮助 却发现姑姑已经走了 婆婆和小叔子也早已离开 只留下他们夫妻二人 按照阿富汗的习俗 如果丈夫死了 基于小美的小叔子 很可能会娶了她 将她一起带走 但丈夫半死不活 根本没人管他们 两人的女儿年纪上小 不知道爸爸受了重伤 还以为她是在睡觉 把嘴里的树叶管揪了出来 小美担心不已 急忙检查丈夫的身体 又开始给她按摩擦洗 倾诉自己的心事 日复一日 战火愈演愈烈 人人全都躲进了房空洞 邻居的丈夫和女儿没来得及 等到在出门时 两人的尸体 被士兵残忍地倒挂在屋前 备受打击的邻居精神失常 小美害怕极了 只能找到姑姑以前的房东 万般恳求她 告诉自己姑姑的新地址 辗转把女儿托付给姑姑之后 小美回到家 继续照顾半死不活的丈夫 然而 平静的时光没能持续多久 就被闯进来的士兵打破了 女人慌张地将瘫痪丈夫 藏在帘子后面 下一秒 一个带着枪的士兵闯了进来 女人赶紧求饶 谎称自己是个寡妇 靠坐皮肉生意赚钱为生 士兵听完嫌弃地催了她一口 随后骂骂咧咧地离开了这里 小美松了一口气 握着匕首的手终于放松下来 知道此事的姑姑 夸赞了她 因为这里是阿富汗 女人的地位如同底下的蝼蚁 不被任何人放在眼里 但这群男人 永远不会强奸一个荡妇 相反 如果小美不以妓女自称 很可能难逃魔掌 因为男人都认为 强奸一个处女 不仅十分光荣 还是彰显自己男子气概的体现 可没过几天 一个年轻的士兵找上了门 她往地上扔了一打钱 随后静止扑倒了小美 小美急忙大声哭喊道 自己不是妓女 可一切都于事无补 原来 她还未惊人事 想尝一场女人的滋味 五秒后 士兵停止了动作 她拿上枪离开 小美抱着身体痛苦地哭了起来 但有了这些钱 她和丈夫的生活改善了不少 士兵笨手笨脚的动作 让她想到了丈夫 就像姑姑说的那样 不懂得如何做爱的人 就只配去打仗 比如那个士兵 比如她的丈夫 之后那个年轻士兵常常过来 她掏出钱 小美就熟练地把人引到屋内 而丈夫一动不动地躺着 也不知道她 晓不晓得家里发生的事 每次和士兵见面后 小美总是不自觉露出笑容 她很同情这个什么都不懂的男孩 但更多的可能是这个男孩救了她 小美教会了士兵很多事 士兵付给她相应的报酬 有了余钱 她还能边喝红茶 边笑着和丈夫说起自己和士兵的事 她感觉自己解放了 不再是和丈夫待在一起时 那个形势走肉一般的自己 说着说着 女人突然找出古兰金忏悔 竟然在丈夫面前说出这种话 她难受不宜跑出了家门 这是我见过最贤惠的妻子 丈夫全身瘫痪 她没日没夜地照顾 为了生计 甚至出卖身体赚钱 但作为客人的年轻的士兵 却对她怀抱着异样的情愫 小美家的门 她主动修补 甚至送来装满干粮的包裹 里面塞着一条代表着心意的金手链 士兵是个可怜人 她是司令官从街上报来的孤儿 士兵的背上 肚子上全是她用烟头烫伤的伤口 小美很难过 但她没办法带给士兵什么 只能一遍一遍 和开不了口的丈夫说话 小美换上鲜艳的衣服 抹上口红 来到丈夫身边 和她说起自己最后隐藏的秘密 结婚的前几年里 小美一直没怀上孩子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婆婆认为小美患上了不育症 所以想让丈夫另取心愿 小美很害怕 如果被丈夫抛弃 她将成为所有人唾弃的对象 于是听了姑姑的建议 找了一个专制不孕不育的医生 看过几次医生后 小美终于怀孕了 但没人知道 所谓的医生其实是个皮条客 她将小美带进一间黑屋子里 和一个蒙着双眼的男人发生了关系 那个男人 才是她孩子的生父 真正患有不育症的人是丈夫 就在这时 一直紧闭双眼的丈夫缓缓睁开了眼睛 她挣扎着抓住小美的手 小美经洗劫了 丈夫终于醒了过来 但下一秒 丈夫的手就掐住了女人的喉咙 贝利的愤怒让她恨不得现在杀了小美 危急时刻 小美伸手摸出枕头下的匕首 狠狠插在了丈夫身上 她终于解脱了 士兵在来时 透过窗户的缝隙 看见小美和丈夫躺在一起 她美丽的脸上 露出了悲伤又释怀的笑容 姑姑曾告诉过小美 传说中有一块神奇的石头 将那块石头放在跟前 可以对她诉说所有的痛苦和秘密 她会倾听一切 直到有一天 这块石头裂开了 碎了一片片 她就能真正解脱 把她从所有的苦难中解脱出来 人们称这块石头为人石 对小美来说 丈夫就是她的那块倾听一切的人石 随着丈夫去世 她也终于从无尽的黑暗中获得解脱